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亚青 欢迎来到张有钱的护肤频道 因为最近也进组了 然后工作的量比较大 戴妆时间比较久 皮肤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敏感 所以最近尝试的呢 一个新的护肤方式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精简护肤 然后就想分享给大家 步骤很简单 首先你需要的是一个 西面奶 然后一个睡 然后再加上就是一个眼霜 和面霜 在敏感期呢 避免让自己的皮肤营养过剩 增加负担 所以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要做减法 让皮肤能够呼吸 那其实这款 妮威亚的西面奶 其实我用了很久了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干皮 然后所以说我 西面奶要求还挺高的 这个是清洁能力也很好 然后它用完以后 还挺补水的 也不拔干 最主要是它很方便 它就是按压以后 就直接出了那种泡沫 就不用你再去打泡沫了 我觉得这款是非常值得安利的 下一个就是我用的蓝波泥的水 因为我觉得这款水太好用了 真的很好用 因为最近可能就是说皮肤的状态要很好 上妆才会说不卡粉 才会又就是那种透透的 我觉得这款是在晚上用的时候 我是觉得非常好用的 然后第二天的脸 透的就是比较有光泽 而且我觉得它的补水能力 跟它所需要的精华 各种就够了 因为今年后妇我其实不太喜欢 就是说用太粘稠的东西 我觉得主要还就是说 要保持一个水油平衡 对吧 让你的皮肤是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第三步就是这个 珂拉的眼霜 因为我会属于有黑眼圈 然后眼袋的那种人 这款晚上用是我觉得很好用的 因为它有一些抗糖的成分在 用完以后 我觉得黑眼圈的细纹 有明显的被淡化掉 这点就是很神奇 对 但它有一个步骤就是说 你要先挤到手上以后 用指腹给它搓热 就是给它乳化开 然后你再去上眼 然后重点是要涂在这一块 要让它好好按摩 一般都是这样 对 然后其实我买了一个那种 痰木的那种小按摩仪 我觉得眼霜就是说 一定要让它 哪怕你花费一些时间 然后也要让它 好好的吸收 那精简护肤的话 一款综合性的面霜就很重要 既要好吸收 又要很快的能恢复 烘烘脸的状态 那这款面霜是我最近用的 非常好的夏天好物 它就是兰加斯汀的凯莉面霜 你看是不是很酷 它的包装也很好看 然后它的输送黑科技还挺特别的 一般敏感肌会需要建立耐受嘛 它就是无需建立耐受 就敏感肌也可以早吸挽A 然后一般我都是会弄一点点这么多 然后这样按在脸上 你看它就很好的吸收皮肤 而且夏天它用嘛 它一点都不油 非常快的就能吸收掉 最主要是第二天起来 我的脸部状态就非常非常的好 反正这款面霜有的时候 晚上我就会给它这样按一按在脸上 这就是我全部的精简护肤的过程了 现在这个脸很热 我觉得如果说想要皮肤的状态 恢复到一个所有平衡的话 还是需要一些非常不错的小单品的 我觉得下一次呢 我就可以给大家再分享啦 然后这就是张有钱的频道 拜拜